要把圣异贤教育弘扬到全世界 英语就显得很重要 儿童度金之外要不要学英语 英语要学不在儿童 英语在什么时候呢 在小学初中就可以了 幼儿园不可以学习 幼儿园决定要学弟子规 做人的根要砸好 这个语言 如果小学毕业之后 或者初中毕业之后 到外国就都说 那个语文很容易就学会